會用到的部位 都可能受到影響 這邊整個肌肉群都是鬆的 因為它永遠保持在比較短的姿勢 所以它們叫做什麼呢 叫做那種 就是你看古代的猿人 本來我們好不容易從猿人 進化到直立人 現在又要退化成猿人 工時太常要注意 隱形眼睛待不得 你長時間看電腦 你又少眨眼 你類似的聲音就更少 但隱形性它會讓你的角度 會缺氧 氧正氧氣的工藝 就是靠這個淚液 那眼睛它會阻隔你的淚液 然後吸引你的淚液 所以你已經更乾 甚至就會導致你的 角膜內皮細胞的數目會減少 或你對那些適合的過濾 它就只能夠透過手術 不然你就會吸引你 然後你就會吸引你 辦公室常危機 各種植栽早上門 上班族不能不知道 今天馬上帶你解惑 像你這樣 每天要看讀稿機 要編稿 要看螢幕 是 你這個眼睛還可以吧 但是眼睛一定要顧好 還是要有時候做一下眼球的運動 你有在做運動嗎 或是按一按穴道 稍微讓它舒緩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來稍微的整理一下 也就是我們在上班職場上面 有沒有一些行為模式 造成眼睛上的傷害或不出事 好 我們來先看看 尤其是到了島上 一早進公司 你可能會出現一些壞習慣 包括第一 你進公司就很專注的在打電腦 然後一不小心就過了中午 哇 你說是玩扶克牌嗎 哪一個公司可以這樣啊 另外第二是電腦打開 一定你要完成一個段落 才會停止下來 對 這個算負責的態度 對啊 有時候文字全有 你就停不住嘛 對不對 然後第三是偶爾會肌肉痠痛 或者是眼睛覺得很乾脆 對 這些好像都是基本上 會有的一些狀況 是的 對不對 我以前曾經在公司航號上班 過了大概四年 我們都以為你一出道就是 青春育女偶像歌手 那個時候是育女啦 後來沒有嫁對人之後 覺得好業務 就出去工作一陣子 好不得已 對 所以那四年就把眼睛就搞壞了 然後中平的臉越看越不清楚 對 而且不清楚就帥了 你還越看他越夢越火 中平你不要再自己馬賽克了 對 所以有後遺症留下來 後遺症 好 彥勳咧 我也會啊 因為我在這之前 有去平面攝影棚工作過 然後我就是負責修圖 所以你知道修圖也是一種 對 在做藝術品 那畫腐朽為神奇 所以你知道那個一做啊 會停不下來 你就會一直修修修 別人說欸 吃飯了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 再給我弄一下 真的假的 對啊 所以眼睛真的非常的乾燥 然後肌肉真的很痠痛 因為你整個盯著 就是一個姿勢 然後只有一個手在動而已 所以真的蠻累的 我也其實很敬業啊 雖然我沒有做過飯糕 所以我就敬業當個媽媽 譬如說小孩子 每個階段 你都要去上網搜尋很多的資訊 要買什麼 換什麼 吃什麼 怎麼弄 怎麼保存 然後一上去也是不會停的 然後而且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以前就是用滑鼠的年代 對 我有一次就是可能在搜尋一些東西 然後一次一坐下去 就廢寢忘食 然後就是想說我一定要知道個 所以然為止才要停 然後就是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隔天這邊就 機械炎 天蝦父母型啦 跟上班一樣先說 對 真的 機械炎都來了 用滑鼠啊 你如果只是這個機械炎 單一的話也就算了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症狀呢 真的 來來來 要小心的是 就是電腦症候群 雖然這幾個字 電腦症候群聽起來相當的頻繁也還好 但其實背後隱藏的 來 述情 隱藏的很可能是非常嚴重的疾病 電腦症候群又有人把它叫做 終端肌症候群 因為早年嘛 翻譯成終端肌 簡單的說呢 其實就是 你可能在使用電腦的時候 會用到的部位 以及不會用到的部位 都可能受到影響 從眼睛 頸椎 胸椎 手臂 手臂 整個都可能受到影響 所以呢 有些人甚至喔 他因為用了久了之後 頭痛 也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對 對 這個是因為沒有運動的關係 當然這也是 但重點來了 就是說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可是我應該跟電腦症候群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一天使用時間並沒有很長 可是他們觀察發現說 即使你使用時間沒有很長 你可能是一天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 可是如果你是知識不對的 然後你那個鍵盤啊滑鼠啊高度啊 護手的地方不對的 累積下來都可能造成你 甚至 你知道我最嚴重我們看過 有那種頸椎啊 因為他們是那種電競高手有沒有 因為他就是時間真的很長對不對 對 人家的頸椎是這樣對不對 是這個C對不對 他不是這樣C 反過來C 他是嚴重到後來 他沒有辦法電競 很多很多那種 上班族的男生或工程師 他們這個地方會有這種脫髮 對 所以後來醫生很多就是說 要大家去利用那個門框 就是你每次打完電腦起來 就是靠著這個門框 然後這樣子去拉 我覺得會比較舒服耶 因為有時候 你一直這個姿勢久了 我覺得會 會 所以我剛才說 也不舒服啊 所以剛才說為什麼是連頸椎 胸椎都會 就是因為你看他一直這樣悶著 所以除了這個頸椎會變形 有些人就是 尤其那個 你去 有訓練沒訓練就差別在於 這邊整個肌肉群都是鬆的 因為他永遠保持在比較短的姿勢 對 這邊呢都是被拉開的 所以這裡就越來越弱 然後這裡越來越鬆 所以你後來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知道什麼呢 叫做那種 就是有沒有你看古代的圓人 本來我們好不容易從圓人變成人了 進化到直立人 現在又要退化成圓人 不過陳醫師 電腦症候群對我們眼睛的傷害 會是到什麼程度 一般來講就是 長時間盯著電腦看的時候 我們眼睛會比較少眨眼 那這時候眼睛的淚水容易蒸發掉 就會乾涉 那因為淚水在我們眼睛的表面 會維持一個視力的穩定的程度 所以當你眼睛太乾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看東西模糊 這個就是一種症狀 再來就是我們長時間看近的 我們的結狀肌會緊繃 那你在盯著近的時候 你要看遠的時候 有時候肌肉沒有辦法放鬆的時候 這時候也會造成短暫的模糊 那甚至有的人他會覺得說 怎麼度數好像不太夠了 一直在加深 那就是因為長時間看電腦 會導致一個就是 假性近視的增加 假性近視有可能就變成真的近視了對不對 對如果說你沒有好好放鬆的時候 其實現在成年人 我們一般近視大概滿18歲之後 應該是穩定了 可是目前還是有很多人 即使到三四十歲 會 結果近視還是一直在增加 就是跟長時間使用電腦有很大的關係 那年齡感覺上已經也快老花了吧 對 事實上這個就是因為剛剛講的 就是因為他的肌肉沒辦法放鬆啦 那所以他的那個老花 甚至提早到35歲就有可能會發生 35 35也太年輕了吧 是啊 那甚至也有的時候是因為 就是你這個眼鏡配的時候 有時候你因為你覺得你好像度數不夠了 你配一個不對的眼鏡 你戴一個過深的眼鏡的時候 因為你有時候你是疲勞的時候去驗光 那驗出來度數事實上比你實際的度數深 那你戴的度數戴一個過深的眼鏡 也會更早提早老化 但我要講一個最新型的那種電腦症候群之一 就是說之前才剛發表 為什麼呢 有一個他其實是一個醫生 那你知道醫生其實也算是重度使用者 雖然離開了電腦 但是還是要繼續用那個平板電腦 還有手機就回 然後很妙的是他們那種新的症候群叫什麼呢 他那個人他就一回一回回一個晚上啊 因為他值班嘛 所以沒事就在那邊一直回答的 那個就是什麼回事 那現在怎樣 那你要跟他做什麼幹嘛幹嘛幹嘛 因為他那邊一顆都不會放過醫生嘛 然後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就這樣子回答了六個鐘頭之後 第二天發現 手啊 剛剛好要把那個手機拿起來 然後就滑下去了 發現他手完全沒有辦法使力移動 然後去看醫生醫生發現 他因為一整個晚上一直在用這兩個在回答嘛 在回答他們的問題說到底怎麼處置幹嘛幹嘛 他說所以發表了一個新病例叫 whatsapp肌腱炎 真的 他正式把它命名叫做whatsapp肌腱炎 就像以前板肌直 媽媽手 現在有一個叫做whatsapp肌腱炎 就是說你一直使用這兩條 然後一整個晚上之後 造成這邊嚴重的肌腱炎 他後來是連拿東西都沒有力氣 經過類固醇治療跟復健 才終於原來恢復他的臥力 既然我們這個症狀是在上午的情境 進辦公室之前 我們要開電腦之前 那會給我們一些什麼小提醒 讓我們也不要搞成這個樣子嘛 對 所以開電腦之前 是不是要先有時候要吃早餐了嘛 早前要吃早餐 所以我們可以從早上就開始包養了 喔